Hello 大家好 近期更新了一下T&T Script 然后主要介绍一下新的功能 目前它可以读取的是 T&T FAS 或者是NEXT 文件 文件数据的类型 waiting 设置 然后KValue 然后合一数据的类型 做什么支持的分析啊 这些都可以被定义了 首先是依然可以把这个 要把这个诡异的RAN 要数据文件啊 然后放在一起 然后对 Windows 用户 然后要把这个命令行 或者是图形界面的T&T的EXE 文件要放在一起 对于 Linux 和 Unix 用户 只是要在命令行的切换 到当前的目录就OK 对于图形界面 首先要调出这个命令行 然后命令行版本是直接可以就进入命令行 然后在命令行 输入国一 然后空格文件名空格 然后英文分号 然后就OK啦 然后就可以直接一个回车 等到软件推出分析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运行 有两个日志文件需要查看 一个是Report.long 文件一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 T&T.long文件 Report包含了CII 还有数成的TL 然后T&T.long 它是包含了这个 waiting的类型啊 KValue啊 还有这是合一数的类型啊 以及支持分析都哪些 然后数可以看到Restimple.svg 这个上面分别是 Relative Bremium Support 还有Jekknifing Bestripe Symmetric Restimple 然后它的这些数字 然后这个是可以在Inkscape 或者说Adobe AI 里面去编辑它 然后另外 之前视频用了一个T&T 图文供Ide去转换数据 让文供Ide来读入 T&T产生的数 那目前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生成了一个 这个Winklyde.ss 这个文件 就包含了这个 矩阵以及合一数 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进阶版本 我们默认的 就是说32 是离散的最大 你可以在国一文件名称 后面直接添加DNA 或者说你想要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Prot 或者说比如说SANA 这样的数字 就OK 如果你想修改 这是VD 那么你在这个Data Type里面 就是比如说什么DNA 什么Data 后边再添加一个参数 可以是 只能是三个类型 就是EIW 或者说EW 它们分别代表的是 Ectended Implied Waiting 还有就是Eco Waiting 然后这三个 如果你选择了Eco Waiting 那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 就是空格 再加上一个0 因为Eco Waiting 的KValue 我们是约定好了 这里默认就是0 如果说你选择了别的Waiting 那么你后面可以更改 就是后面的KValue 默认的是12 这是 TNT作者在论文里面推荐的 然后TNT默认的是3 然后之后 你在KValue后面 你也可以就是 设置Consensus Type 就是有默认的这个Strict 就是严格合议数 然后还有后面 还有可以Mender Trade 就是多数合议数 还有这HalfStrict的Tree 就是严格合议数 分别用STR MJR 和HLF 代表 注意哦 一旦坚持到 你要做什么Blimer Sport一类的 你就不能使用 读书合议和翻译格合议 因为这会影响后续的 Resimple 计算这个数值的计算 然后对于 Resimple 这是数值的计算 你这里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加法 就是Reactive Blimer support 是0.1 Blimer support 是0.2 Check knifeing 是1 Bitstrap 是2 Asymmetric Resimple 然后因为默认的 不是Equivating 所以说 这里也就是 没有做Blimer support 所以这里就是0.1 加1 加2 加4 等于7.1 如果你还想要加所有文件的这些前缀 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个字符传记